第十九屆台北文化獎得主24號出路 由保存推廣不管神像陣頭文化的台北寧安社 還有以空援美學文明國際舞台的無舊舞蹈劇場 藝術總監林麗鎮共同獲得這份樹榮 謝飯兩將軍文武宜判官押震 恭賀下海聖皇爺聖誕 台北寧安社是大道程歷史最悠久的 北寧牽赦至今有145年歷史 長期推廣北寧和神像等在地陣頭文化 相關文物亦保存良好 是台北市最具點飯營的 北寧和神像陣頭據點 今年榮獲台北文化獎樹榮 高齡85歲的老會長說 未來會更努力保存就來遺失的傳統文化 同樣獲得今年台北文化獎的 但還有無舊舞蹈劇場的藝術總監林麗鎮 有著台灣編舞奇才美語的他 以空緩美學聞名國際舞壇 承立無舊二十年 十年前的經典作品《花神際》 今年九月又要再度登場 亦獲各界期待 無論是現代舞蹈還是傳統鎮頭和北館 都自力於融合新舊文化藝術 亦都彰顯出台灣文化的生命力和多元性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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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